赵嬷嬷最先反应了过来 难道说七姑娘也受伤了吗 奴才这就去魏姑娘那儿去把大夫叫过来 慢着 太太叫住了她 想了想之后对李嬷嬷说道 你去一趟 带些玩具 跟魏姑娘说 兰叔受伤了 我本想送一些补品过去的 但是又怕和他的药冲了 所以就将小七的玩具送了一些过来 兰叔白天受了惊 晚上怕他睡不好 有这些个玩具或许能让他分分神 如果姥爷在的话 你要做出一副吃惊的样子 但什么话也不要说 只是问问魏姑娘 兰叔的伤看好了没有 是不是可以让大夫过来给兰静看看伤了 奴才明白了 奴才这就去 李嬷嬷一脸兴奋的点头答应着 离去了 赵嬷嬷 李嬷嬷走后 太太又吩咐一旁的赵嬷嬷 你也不要在这里待着了 刚才你在魏姑娘那里 可是听到他要去请老爷的 你就当还没回来过 这就到高氏那里去 问问二姑娘他们可有受到惊吓了没 如果高氏问你魏姑娘那边的事你也不必瞒着 回来之后先问问 如果老爷已经过来了你再进来回话 等赵嬷嬷嬷也退出去之后 太太冷哼了一声 哼 魏氏你也太大胆子了 连我的吩咐也敢不听了 这回我可不能让你再得意了 说到这儿 太太看向了蓝静 不过 又让老爷心疼 你这点伤可是不够的 蓝静心里一突 面上却还是一派天真的笑容 伸出小手去摸太太的脸 然后对着她展露着甜甜的笑容 太太用脸在蓝静的小手上贴了贴 然后对她带了一些歉意说着 小琪啊 委屈你一下 说着 她就把蓝静的裤腿撩了起来 蓝静知道 仅凭自己腿上的那一小块青 或许会让马尔汉少许的心疼 但是不足以让她发怒 她也知道太太打算行苦肉计了 但她却不知道 太太会用何种方法 又会把自己伤到什么程度 随着自己的腿暴露在了空气之中 她的心里也不进了异境 这时 太太却搂住了蓝静 让她的头埋进了自己的怀里 蓝静扶在太太的身上 小手环绕着她 只觉着太太的手在自己的腿上轻肿的地方使劲地揉着 直到她的腿都有些麻木了 又突然传来了刺痛之感 使得她下意识地就往起收腿 却被太太牢牢地握住了 又经过了几下刺痛之后 太太才松开了她的腿 将她的头从怀里扶了出来 蓝静重见天日之后 头一个反应就是往自己的腿上看去 只见得刚才还只是青了一小块的腿 现在已经是淤肿一大片了 轻轻紫紫地映着她粉嫩的皮肤 显得触目惊心 除此之外 上面还有几道细细的血痕 从形状和间隙来看 就好像是小孩子的指甲锁划伤的一般 看着自己腿上的伤 蓝静再看向太太 见她正用担心的目光看着自己 于是扁了扁嘴 大大的眼睛里也湿润了起来 满身委屈地对太太说道 子娘 疼 然后将小小的身子 倚进了太太的怀里 好小气 乖小气 太太搂紧了蓝静 放松了一口气 摸着她的小脸 说着 等你阿玛来了 就不疼了 蓝静心里也松了一口气 她知道 刚才太太在担心什么 不过就是怕自己会因此而惧怕于她 让马尔汉看出痕迹来 蓝静也不怕她会对自己的举动 表示怀疑 以自己现在的年纪 不明白发生什么也是有的 在这种时候 自己不管是对她有惧怕之意 还是向她施以委屈 都是正常的表现 而自己依旧对她表示亲密的举止 则让她在放心之余 对自己更见亲近 正是两相得意 这时候 太太又把蓝静的儒母叫了进来 儒母进门行了礼之后 起身发现了 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蓝静的伤居然重了这么多 张嘴就要惊呼 太太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傻站在那儿做什么 没见七姑娘疼得厉害吗 还不过来侍候着 是 卢母把已经到嘴边的惊呼之声 紧忙地咽了回去 迈步走向了太太的身边 蹲下身来 伸手轻轻地触探着蓝静腿上的伤 有些想碰又不敢碰的样子 眼中倒真的是一片疼惜之情 蓝静将儒母的神情看在了眼中 心里暗暗地点头 但面上却只是窝在了太太的怀里 嘟着小嘴与她表示着亲密和委屈之意 太太坐在炕上 淡淡地瞅了如母一眼 一边用玩具哄着蓝静 一边问着 你刚才给小七梳洗之时 还有谁在旁边 灰太太的话 并没有其他的人 只有奴才一个人 嗯 如此 待会儿老爷来的时候 你知道该如何回话吧 是 奴才不敢欺瞒老爷和太太 一定实话实说 六姑娘不知道是被人绊的 还是自己摔的 总之是摔向了七姑娘这边 事发突然 奴才虽然勉强地护住了七姑娘的头脸 却还是让七姑娘的腿上受了如此重的伤 实是奴才护住不力 嗯 太太点了点头 语气中带了几分的温和之意 其实你也算是做得不错了 幸而由你护住了小七的头脸 否则你手腕上的伤是要伤到小七的脸的 那小七可就要破了像了 太太夸奖了 保护七姑娘本就是奴才的责任 现在七姑娘受了伤 奴才本应该受到责罚的 正说着呢 外面传来了李嬷嬷的声音 老爷来了 太太忙要站起来 马尔汉呢 却已经自行地走了进来 身后跟着魏姑娘 如母忙让到了一边 给老爷行着礼 太太还是站了起来 对马尔汉醒了一礼说着 给老爷请安 老爷怎么过来了 前面都应酬好了吗 太太说着话 却并没有离开抗边 用身体挡着蓝镜 以免她爬到抗外来 马尔汉没有回太太的话 急忙地问着 我听说小七受伤了 现在怎么样了 太太的脸却沉了下来 对着跟在马尔汉身后进来的李嬷嬷说着 不是叫你们不要去打扰老爷吗 太太 李嬷嬷忙解释着 不是奴才去请老爷的 太太与李嬷嬷说话之时 蓝镜已经蹭到了太太的身后 自她能站立之后 每次见到马尔汉都要起身相迎 扑进她的怀里 可是这一次 却是坐着蹭到了抗边 从太太的身侧伸出头去 张着两只小手 用嫩嫩的嗓子 带着哭音不停地叫着阿玛 大眼睛里自然已经是满是睡光了 马尔汉见到蓝镜这个样子 赶紧抢步上前 太太见她过来 也让出了位置 让蓝镜得以顺利地扑到了她的怀里 也让马尔汉看到蓝镜腿上的伤势 这是怎么弄的 马尔汉一见蓝镜腿上那个青子和血痕 历时大怒 大声地斥责着一旁的乳母 你是干什么吃的 居然让小七上车这样 乳母应声归道 连连磕头说道 奴才该死 老爷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太太插进话来 又问着李嬷嬷 不是让你去请大夫过来吗 大夫人呢 大夫我带来了 马尔汉接话道 又吩咐李嬷嬷 赶快叫那个大夫进来 是 李嬷嬷领命出去了 太太这个时候好像才发现了魏姑娘 皱了皱眉说道 你怎么来了 蓝淑不是也受伤了吗 你不好生的在那照顾着 过来做什么呀 奴才 魏姑娘刚要说什么 李嬷嬷就已经领了个四十多岁的男子 走了进来 大夫来了 大夫啊 太太于是把魏姑娘这茶扔到了一边 赶紧对那个男子说道 大夫 您快看看我的女儿 那个男子应了一声走到了炕边 马尔汉想起身让魏 可是蓝静却用手紧紧的抓着他的衣襟 他略以争动 蓝静的小嘴就一扁 老爷 小七从来就爱与您亲近 不如就由您搂着他 让大夫诊治吧 太太见状忙说着 又吩咐一旁的丫鬟 没个眼力见的 还不赶紧给大夫搬个座来 等大夫谢过了坐下之后 马尔汉已经将蓝静搂进了怀中 小心地伸出了他受伤的腿来 让太太仔细地检查着 啊 无妨 大夫认真地检查了之后 起身拱手说道 虽然这位小姐比刚才那位伤得重了一些 但也只是皮肉之伤 并没有伤筋动骨 用小明特制的药膏擦上一些 过一些时日啊 就好了 小明这次本也是带来了一些 但是都给刚才的那位小姐留下了 不过小明的店里还有 一会儿派个人随小明过去去就是了 太太听大夫这么一说 面色不免有些不悦 看了站在一旁的魏姑娘一眼 回过头来又有些紧张的 问向了大夫 她的腿不会留下疤痕吧 啊 不会的 只要按时的擦拭小明的药 就不会留下疤痕 那个大夫笑着摇了摇头 不过看这位小姐的样子 像是还受了惊吓 小明过会儿再开一些安神的房子 给她服用两天 应该就没事了 蓝静觉得 这个大夫实在是狡猾 自己腿上的伤看着吓人 其实不过就是一些皮下出血罢了 太太弄出的那几条的血痕 也是浅之又浅 就是不用药 只要不感染 过几天自然也会好 至于受到惊吓一说 当然更是无济之谈 不知道这个大夫的医术不精啊 还是看着自己这边是官宦人间 诚心想要诈财 不过这个大夫说呀 蓝静的伤比六姑娘重 这倒是对了太太和蓝静的心思 看到这个份上 蓝静决定就不追究她的骗财之举了 再说了 就是以自己现在的情况 就是想追究 也是有心无力 那就多谢大夫了 太太长舒了一口气 又吩咐着李嬷嬷 给大夫厚赏 再派个小丝随大夫去取药 大夫刚才说药膏都被六姑娘那边留下的时候 马尔汉的脸也不是很好看 等到大夫走了之后 他就板着脸瞪了六姑娘一眼 然后叫进了一个丫鬟吩咐着 去 上魏姑娘那儿把药膏取回了一些 老爷 魏姑娘赶紧的说着 奴才实在是不知道小七姑娘也受伤了 早知道这样的话 奴才早就亲自把药膏送来了 你不知道 我明明叫人却告诉赵嬷嬷了 太太疑惑的看着魏姑娘 随后又好像想起了什么 没等魏姑娘说话 就转过头问马尔汉 老爷 看这个时辰 您应该还在前面应酬的 如何会和大夫一起过来的 是 是奴才 请老爷过来的 魏姑娘赶紧的跪倒在地上 奴才见六姑娘实在是酷得厉害 又口口声声的叫着老爷 又见他伤在了脸上 你心里害怕这才 胡闹 太太没等魏姑娘说完 就立声的喝住了他 太太这突然一声喊 吓了蓝镜一跳 马尔汉感觉到了 伸手在他的身上拍了两下 太太也绝了出来 看了看蓝镜 把声音放低了一些 但还是用呵斥的口吻 对魏姑娘说道 你怎么这么不小事 刚才下车的时候 我就说过了 这里是官府的驿站 老爷过来了 总免不了要应酬应酬 不要随便的去打扰 是 蓝叔受了伤 我知道你心急 可是 我不是马上就让人去请大夫过来了吗 你为什么还要请老爷来啊 是怨我处事不周 还是想让人说老爷至家不严呢 太太说到这儿 停顿了一下 看着马尔汉的脸色 也有些发沉 又接着说道 以前你在府里做的事 就有些不大合体统 我也不与你理论 可是在外面 你多少该懂些规矩 别说这次蓝叔并没有什么大碍 就算真的有什么要事 要请老爷 也该禀明了我 由我去请 哪有你一个侍妾 背着我派人去请的道理 这让别人听到了 要如何向老爷 是说老爷受一个妇人协制 还是说老爷后宅不宁 如果再有几个多嘴的传到京里去 又让老爷新调去地方的上司 如何向老爷 奴才知错了 魏姑娘让太太接连的几个大帽子扣了下来 再看马尔汉沉到底的脸色 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只是跪在地上连连的磕头 奴才也是看六姑娘上成那个样子 急糊涂了 还请老爷和太太恕罪啊 说到这儿 魏姑娘又抬起了头 对着太太说道 不过 秦姑娘受伤之事 奴才之前确实是不知 还有 奴才也绝对没有背着太太行事 奴才让人去请老爷的时候 赵某某也在场 奴才以为她早已经跟太太说过了呢 哼 这话可是糊涂 太太皱了皱眉头 对着魏姑娘说道 你如果要秉明于我 就应该正经派个人来说一声 哪能说因为我的人在场 你就可以省事了 是 奴才 是做差了事 魏姑娘又磕个头说着 不过 既然你说起了 我也不能不问了 太太对一旁的李嬷嬷说着 去看看赵某某回来了没有 我让人去告诉她请大夫过来 她也没个回信 赵姑娘跟她说去请老爷 她也不说回了跟我说一声 这人老了 做起事来就是不着调了吗 是 李嬷嬷答应了一声 奴才这就去找 老爷 太太 正说着呢 外面丫鬟禀报着 赵嬷嬷回来了 说有事要回主子 哼 太太的脸沉了沉 冷横了一声说道 她倒是回来的巧 叫她进来吧 赵嬷嬷进来了 看到屋子里这么多人 倒是没有疑惑的样子 只是很正常的上前行礼 赵嬷嬷 你是越发的能干了 太太冷冷的说着 不过才派了你这么点的差事 你就偷懒耍滑起来了 魏姑娘都已经过来了 你却才回来 太太 奴才冤枉啊 赵嬷嬷也忙过一倒在地 奴才在府里这么多年 要说不够伶俐是有的 但是要说偷懒 奴才可还没有学会呢 如果您非常清晰 这是大疗